各位朋友好,兩會剛剛開完,我們就接到消息 中共的維穩體系現在正在進行全面的佈置 要對全民共振這個活動加緊防範 他們提出了現在主要是有四項措施 第一項就是要在五一的這一天正式的啟用一項措施 就是禁止社會信用低的人乘坐飛機和火車等等交通工具 要限制他們出行,要把他們困在原地 那什麼是社會信用低的人呢? 現在中共有一套社會信用評級的標準 有些人經常在網上發言散佈所謂的不實言論 也就是散佈中共貪腐信息這樣的人 那麼這一次最重點的是散佈全民共振的 要求上街的這樣的信息的這些人要禁止出行 那還有一些是散佈對國家領導人不禁的言論 散佈這個爆恐言論 散佈這些言論的他們的信用評級就會降低 還有一些發表過大量的這個民主 宣傳民主理念的這樣的文章言論的這些人 都是在社會信用評級裡面比較低的人 所以說這個社會信用評級越低 實際上你們的人格就是越高大 那麼越高大的人他們就越要控制你們出行 第二條就是要求勞資關係比較緊張的 有可能造成工人上街的 工人上街的隱患比較大的這些大型的企業 包括國企和私企 要求他們在五一這一天不准放假 要把工人盡量的圈在工廠裡面 讓他們勞動給他們發工資 這次五一很多工人兄弟 這次是不能放假的 不能放假不要緊 大家工作不就是為了養家糊口嗎 這個時候趁機對他們多提點要求 要他們多發一點加班工資 多發一些補助 多消耗他們一些金錢 這筆金錢都是從維穩經費裡面來支出的 多消耗他們維穩資源 也是我們這次全民共振的一個戰略目標之一 第三個措施就是要啟動所有的維穩體系 在各個層級 市、縣、鄉、村各個層級 要來阻止這些曾經有過上訪經歷的 或者正在準備上訪的 很多矛盾還沒有解決的 這樣的一些人群 阻止他們去省城 這個工作量是非常的大的 工作量非常大 消耗的資源也會非常的多 但是他們勢在必行 他們一定要做 請大家記住 我們的這個全民共振的消息傳播的越廣 他們的工作量就越大 所以說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我們的這個消息 南部開去 大家要對自己的親朋好友 同學同事經常說起這個消息 同時也要求他們來傳播這個消息 五一到省城火車站或者是中興廣場 去進行散布 讓這個消息傳播到人人皆知 那麼這個維穩體系就必須得調動 他所有的資源來控制任何他們認為 有可能上街的人來阻止他們上街 因為這個人群極其龐大 而且他們又不知道誰會上街 所以說這個對他們的資源的消耗 是難以估量的 那麼第四點是針對重點人的措施 什麼是重點人呢 就是在維穩體系裡面 那些重點的被監控的對象 這個對象主要有兩種人 第一種是曾經組織領導過維權運動的 這些人他們是重點人 群體性事件的組織者和骨幹的參與 他們是重點人 第二種是民運人士 也就是那些因為傳播民主理想 組織民主團隊被坐過牢的 被拘留過的 被喝過茶的 被警告過的 被經常騷擾的這些人 他們是這個社會 是維穩體系的確定的重點人 那麼對這一批人 他們要實施最嚴密的監控 他們提前會給他們警告 告訴他們五一這一天 絕對不能去省城 甚至是要求他們 絕對不能離開自己的住處 如果是接到這樣的警告的 這樣的一些朋友 請大家一定要記住 你們真的不能夠去省城 因為維穩體系不可能讓你們到達 你們如果真的要出行的話 他們只需要派到兩三個警察 就能夠把你們制服 就能把你們投入監獄 就能讓你們承受巨大的損失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走這一步 那麼怎麼辦呢? 由於你們的巨大的道義力量 所以這一次你們不出門 都可以為民主做貢獻 為維權做貢獻 怎麼做呢? 你們可以提出你們的要求 說五一本來就是一個旅行的日子 你們要求出門旅行 你們要求在黨的支持和監督之下 出門旅行 你們要求被旅遊 很多人過去曾經有過這樣的待遇 那麼這次你們主動的提出這個要求 這次出行要帶家屬一起出行 有幾個很好的地點 大家可以選擇的 比如說黃山 齊松怪石雲海溫泉 是特別好的旅遊點 西邊的峨眉山 南部的桂林 北方去蒙古大草原 去看一看納達木大會 你們是在幫助他們做維穩的工作嗎? 同時也給他們自己提供了一個旅行的機會 大家何樂而不為呢? 萬一是國寶的領導不同意 那也不要緊 你們要告訴他們 就是說我自己是絕對不願意出門的 但是如果別人來拉我出門怎麼辦? 所以說你要求他們增派警力 要提前一個星期7天24小時 對你們進行監控 在你們的門口 保證你們沒有人能夠把你們拉出去 這樣你們也就極大的消耗了他們的警力 極大消耗了他們的維穩資源 那麼那些還沒有進入維穩體系的監控視野 還有行動自由的那些朋友 我建議大家一定要充分準備 設定一個詳盡的完美的旅行計劃 這個是一個真正的旅行計劃 只不過是這一次旅行 要在正確的時間 也就是在五一的那一天 要通過一些正確的地點 也就是我們將要公佈的聚集的地點 只要我們旅行當中 在正確的時間 通過那些正確的地點 那麼我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我這裡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是要旅行的話 盡量的和朋友們一起出去 和你們的同道團隊一起出去 大家結伴而行 這樣可以有個互相的噪音 大家到達這個聚集的地點以後 現場以後 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 這一次呢 我們的重點不是在全面的 對中共的這個體制發起一個衝擊 不是的 我們的這次的重點 第一個呢 是要消耗他們的資源 第二個呢 是要進行一次練兵 我們的重點只是進行圍觀 只是進行圍觀 提升了我們自己在這個現場參與的感覺 同時呢 真把消我們的恐懼 培訓我們的團隊 這是我們這一次的重點 所以希望大家到達現場以後啊 一定不要做任何抗議性的舉動 大家不要穿統一的服裝 不要呼口號 不要打橫幅 只是作為一個旅遊者到達那個地點 然後在那裡停留半個小時 如果安全的話 還可以再停留的時間長一點 這樣呢 就起到了我們的作用 大家一定要相信 這個作用啊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現在離五一啊 還有30多天不到40天 我相信呢 這次五一對所有的人來說 將會是一個不平常的五一 也是一個愉快的五一 謝謝大家收看 請大家繼續關注全民共振頻道 我們將會陸續發佈更多的消息 提出更多的建議 供大家參考討論實踐 謝謝大家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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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